第一百二十七章 考慮相 聽完盧拉的電話 又被呂洞斌這樣激發 我有心事吃不下東西了 搞盡老汁這樣想應對之賊 呂洞斌在旁邊 暗暗沉沉叫我坦白重寬 這個本來不是他的風格 不過這個呂祖師爺 自從和何仙姑這件事之後 好像對感情變得十分謹慎 我找機會認回她 我說 斌哥 如果你不介意 我真是想請仙姑姐姐幫我這個忙 呂洞斌被我張了一關 即時明白我的意思 裝得好像很輕鬆地說 我沒什麼意見 怕她的性格你頂不順 不順便 河仙姑是何等冰雪聰明 三言兩語就知道我們的狀況 她扭眉一挑 強仔 就算你要找幫忙的話 也都要跟我說 你走去問她做什麼 接著又罵回呂洞斌 你憑什麼沒什麼意見 你算老幾 我即時燃起一絲的希望 那仙姑姐姐同意了 何仙姑雖然不是劉小鹿這樣跟正苗洪的仙女 但絕對不舒適給盧拉 拿來哄阿爺和阿嬤應該救世 然而何仙姑嘟嘟嘟嘟嘴 我才不參和你們的事 楊展感探 是 勞拉這個女人其實不差 如果不是情況有點特殊 你們在一起都挺好的 等到四大天王吃飽了 我愁眉苦面地說 唉 我去埋單 結果 人家四大天王每天掏出一個大荷包 搶在我的前面埋單 看得我眼都凸了 而且他們四個身上的現金加起來 可以買一台給阿迪漢 我不由自主地感探 唉 你們幫我問蘇中那邊 還請不請人 四大天王因為要送菲菲上學 所以先走一步 我剛剛想計劃怎樣下一步行動 就有個陌生電話打進來 是白錦兒的聲音 他說 楊哥仔 聽我呀 你下午有空嗎 啊錦兒呀 什麼事呀 我們那個項目正式命名為迷宮世界 蘇總的投資也到位了 下午在人民公園我們準備一個破土動工儀式 打算請你一個法人代表回來宣傳一下 我笑著說 啊 這件事我沒有時間都要擠時間出來 那太好了 白錦兒壓下聲她說 儀式正式開始在下午三點鐘 不過我想利用這段時間才開個內部會議 哦 那好吧 那我現在過去 我吸了電話之後 就跟李靖說 你這個契女呀 迷宮要動工啦 啊 呂動賓說 啊 那隻老鼠真是挺有本事的 我們下來之後 個個都溫頭轉響 人家這幾天的功夫 就開始賺大錢了 我若有所思地點一點的頭 白錦兒講話做事確實 是算作雷厲風行 如果不知根之底的話 完全就是一個女精英的作派 我就說 那你們誰去啊 楊展伸一伸懶腰她說 我就沒什麼興趣的了 呂動賓說 我就想去湊個熱鬧 不過人家說開內部會議 我們去合不合適啊 楊展一聽 即時好警惕地說 就沖著你這個 我就要去 我就要聽下 她說她們在商量什麼 嗯 我說 不是併氣前嫌了嗎 楊展說 那些是我們神和神之間 這些是妖魔鬼怪 我們永遠都不可以掉以輕心的 我暗暗地嘆一口氣 我們這塊是原班人馬 呂動賓就帶著第三先上了澳港台車 一路直對人民公園 來到原來的龍宮 這個大框架已經被人拆開了 四面堆滿了各種建築的材料 龍宮的外面擺了幾排長等 我帶著大家走進去 這個時候 白錦儀就在跟那些打工仔在說話 具體的人員包括 金閣銀閣大王 虎陽六三妖 和小鑽風還有黃蜂拐 他們幾個見到我們進來 有些驚慌失措地站在身上 我擺一擺一手說 大家坐 我們來是臭個熱鬧 和我們的迷宮世界加些人氣而異 白錦儀說 那歡迎大家都坐 我走到她身邊小聲地問她 那會不會不太方便 白錦儀淡淡然地說 不要緊的 然後她走到重要的前面說 我們繼續開會 對了 剛才說到哪裏 小鑽風戰戰兢兢地說 忠 忠 忠子 她在這班妖裏面 身份是比較特殊 在場的神族固然是有名的大神 妖族都很多是SS級的人物 只得她一個 以一手 大幻派和乃損山 而未有拼命 到底只不過是一個打仗遊的角色 白錦儀說 沒錯 忠子 我們的忠子是娛樂大眾 但我們不是騙人的 所以我們第一個任務就是 將迷宮做好 讓誰都走出去 黃蜂怪話 這件事我拿手 當然你比我更厲害 白錦儀點一點的頭 她說 所以迷宮開工之後 大的事情 我拿主意 具體的進度就由你來監督 因為你應該很明白我的意思 我小聲地跟呂洞賓說 這個相當於提拔了副總 黃蜂怪也明白白錦儀對她偉而重任 她很激動地說 放心啊 我一定將這件事搞正她 金國大王說 那我們做什麼呀 白錦儀說 你別急先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任務 恐怕我們人手還不夠 金國啊 你現在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學會人類的電腦 尤其是視頻監控的那一部分 金國大王小小聲地說 學那些東西做什麼呀 我們不是要搞迷宮嗎 白錦儀說 我自然有重要的用處 你有沒有問題 金國說 既然你安排的 那我就去學吧 你放心都行 我師傅曾經說過 我是除了拿渣 和銀角之外 最聰明的一個徒弟 這件事難我不到的 我問他 你的師傅一共有幾個徒弟 金國大王嘻嘻一笑 哈哈 三個 銀角大王看到白錦儀的目光 已經移到自己的身上 他搶著說 我就不學電腦了 我大哥坐得住 你最好就安排一個 可以周圍扔的位置給我 哪怕是跑腿我都制的 白錦儀一笑 哈哈我早就想好了 我們的迷宮起好之後 不可以沒有人做宣傳的 你的任務就是 將我們推銷出去 推銷你明白嗎 銀角說 嘿我剛才來的時候 就做推銷咯 我插口說 嚴格來說 你那時候是叫做忽 銀角大王阿坤問白錦儀 那我還可不可以說 自己澳門那邊有賭場 白錦儀很正式地說 不行 我們不是大滾友 你要做的宣傳的時候 絕對不可以誇大其詞 我將小鑽風派給你打下手 按照人類這家的說話來說 你們兩個就是宣發部門 銀角大王阿坤鬥之昂陽地說 不明白嗎 然後細聲地跟小鑽風說 嘻嘻其實不是接著忽悠 虎力大仙招著頭說 我可不可以問一句 我們將人困住在迷宮裡 到底要做什麼 總不可以吃掉他們吧 楊展懶懶地說 我也想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 虎力大仙立刻說 其實我不喜歡吃人肉 白錦儀說 我們只不過是想困住一些 找刺激的人 至於你們三個 等迷宮開業之後 我是另有安排的 白錦儀安排完自己的打工仔之後 轉頭過來說 各位大臣有什麼要說嗎 楊展懶 你做什麼我不理 但是如果你們害人的話 我第一時間就對你不客氣 下集內容更精彩 敬請期待 第一百二十七章 巧語 下 白錦儀等楊展講完 平靜地看著下面的妖族 我重申一次 我們不害人 之所以整這個迷宮 一來就是為了自力更生 二來就是為了消除大家對我們的偏見 在其他人的眼裡 我們是要摸鬼怪 但是我們都知道我們有自己的無奈 我們從其他的生靈轉化為人形 經受的苦難不讓那些大臣笑 我們就要證明給這個世界看 我們不會做壞事 也都不想做壞事 而且要證明給大家看 一旦我們為人類服務的時候 被那些眼睛過頂的大臣 更加有辦法 聽他這樣說 我又望望楊展頭殼頂的那隻眼 撐點忍不住笑 鍾離拳都笑著說 哈哈 這個小小小的嘴巴 真是幾滑滑聲的 楊展被他激到面都鐵青的顏色 我立刻走到中間 和他們打完場 再通知各位一個好消息 已經有人和我保證過 只要各位在凡間的這段時間 不再興風作浪 你們以前犯的錯誤 就既往不久 等到天界恢復正常營業之後 不可以說等你們修成正果 但是呢 就絕對不需要再回去蹲監的了 白錦儀他們都很開心 他們都說 這個真是一個好消息 就在這個時候 外面忽然之間有很多嘈雜的聲音 似乎來了很多人 白錦儀說 我們的客人到了 我很好奇地說 你有客人 白錦儀說 是蘇總請幫我們宣傳的人來的 叫什麼 記者 是呀 記者 還有其他企業的老闆 我說 哦 那些叫媒體朋友 和各界同仁 都沒有上去採訪 但是我最意外的是 蘇墨魚親自出現了 那些媒體朋友 看到金主衣出現 個個都爭先恐後地大顯身手 走過來要採訪 其實蘇墨魚平時很低調 類似這樣的場合很少出現 就是因為這麼少 這樣才是一個賣點 所以我才會意外 其實按道理來說 500萬元這樣的規模的投資 在她眼裡其實不是什麼大手筆 李家蘇墨魚帶著她的貼身秘書 Annie姐姐 開始和她的記者在應酬周旋 一邊在推薦白錦儀 我作為法人代表 也跟著一起在陪笑 說一些客氣的話 其中有幾個企業的老闆 還有些重量級的老闆 平時說什麼是全奇人物 可見蘇墨魚對這件事是極之上心 發布會正式開始之後 蘇墨魚拖著白錦儀上去臨時搭建的主席台 滿面唱風笑意地說 各位下午好 迷宮世界是我們承達集團投資的新項目 通話我就不多說了 希望各位幫忙宣傳一下 那當然了 怎樣好看怎樣吸引 就怎樣說 台下的記者發出討好的笑聲和掌聲 蘇墨魚輕輕打打白錦儀的肩膀她說 這個是我的乾妹 以後就拜託大家的捧場了 在場的記者朋友 臉色上出現了一絲仿然 大多數人都和我和蘇墨魚當初的想法一樣 迷宮這家的東西就直接會被淘汰 而且根本沒有進任何潮流 堂堂蘇總竟然會投資這麼冷門的項目 原來是過來幫好姐妹撐牆 蘇墨魚把港台交給白錦儀 白錦儀現學現賣地說 各位媒體朋友和各界同仁 歡迎大家來到迷宮世界 我更代表所有員工 對各位表示感謝 我們迷宮世界的宗旨是 這隻老鼠的口才不錯 一開口說話 簡直和運職商場多年的老油條 沒什麼區別 我估計一時半刻都沒有我的事 靜悄悄就向後面縮了 蘇墨魚走過來忽然之間扯扯我 強仔你過來我介紹個朋友你認識 我就莫名其妙 我和他的交際圈都不會有重合 再說也不會有我感興趣的人 不過我還是跟著他走出來 蘇墨魚把我帶到一個人的面前微笑地說 這個是你要找的人 我帶一個來 我都還未來得及 看一看對方是什麼樣子的 就聽到一把低層的藍高音說 你就是強仔 隨著這把聲音 我就被一個巨大的陰影遮蓋起來 我惡膏頭一看 嚇了一跳 對方是一個接近兩米這麼高的巨人 他的高還是其次 最主要的是很大隻 他大隻到 他的左右肩膀的距離相當於一個中等身材的人 躺在這麼闊 他這種聲勢 沒有親眼見過都很難想像 我覺得 他如果想打倒我的話 什麼都不用做 向前走一步 就把我踩扁了 我惡膏頭看著這個人 大概是五六十歲左右 面上靈各分明 那隻眼珠有大有軟 就在背著我 我下意識地退一步 是…是我 你的年輕人好啊 這個巨人忽然之間 一扯扯著我的手 另外一隻手 不輕不重地踏在我肩膀上 我即時覺得 有座山壓了你 兩隻腳差一點就要跪下 嘩 蘇墨魚很錯愕地說 牛總你叫我介紹強仔給你認識 不是因為你想嚇他嘛 這個時候 呂洞斌和羊展都發現情勢有點不妥 馬上趕過來 那個被人叫做牛總的巨人 忽然之間哈哈大笑地說 哈哈哈哈 帥哥 你的膽子不小 但是身體好像不太好 然後就放開了我 蘇墨魚現在才鬆了一口氣 強仔 我幫你介紹 這位就是牛斌集團的董事長 牛斌太牛總 他指明要見你 你們以前認識的嗎 牛斌太 一聽到這個名 我的腦海裡 即時浮現了一個 青麗的影子 我即時四周圈看 看看是不是見到那條女 然後有個女仔的笑聲就說 強仔 沒想到這麼快我們又見面了 在巨人牛斌太的身後面 牛小魚跳了出來 他一下子跳到我前面 笑得好開心 笑得好迷人 我抹大口 嘩 怎麼是你 牛小魚嬌笑 嘿嘿 我爸爸是蘇姊姊的朋友 今天過來和蘇姊姊捧場 沒想到我離遠就見到你了 我仿然大悟 啊 作為同級別的大亨 蘇墨魚認得牛斌太 再正常不過 只不過我真的沒想到這麼巧 呂洞斌和楊展 見到我們幾個是認得的 那就很識趣地站在旁邊 牛斌太的面色也都緩和 背著手站著 牛小魚忽然之間 在我胸口裡拍了一下 很不滿意地說 你為什麼不過來找我啊 昨天我們居然沒有留電話 我乾笑了梁石 哈哈 是咯 我事後才想起 沒有留電話也都不是那麼緊要 就算是牛小魚找不到我 我也都很方便找得到他 喂喂喂 人家牛斌太集團董事長的千金 只要我去到任何一家 劉家企業那裡 那就可以打聽到他的動向 尤其是我們這艇 有一段終生難忘的共同患難的經歷 是嗎 不過心裡邊那句說話 對於昨天那件事我沒有太過執著 患難與共只不過是機緣巧合 過了就過去了 我如果要刻意找他的話 搞得不好人家以為我邀功邀想的目的 還不如彼此偶爾回憶一下 有一段這樣的經歷來得這麼瀟灑 說到尾 牛小魚和我身份差距太大了 我不想因為這件事情 而異想天開 千人說夢畫得到任何的好處 我有自知之明的 牛小魚很麻利地拿出自己的手機 今次就不再讓你走掉了 快點把你的手機號碼告訴我 我虎少說出自己的號碼 呂洞賓有點意外在旁邊說 哦這個就是昨天跟你一起被人綁架的姑娘仔 我點都點頭 嗯這個真是緣分 呂洞賓在這裡感嘆 牛賓太太又扯中我的手 不過今次就溫柔了很多 他很鄭重地說 多謝你救了我的女兒啊 呂洞賓地說 嘿嘿嘿嘿 我都是自保的 牛賓太太說 不管你怎麼說 你救了我的女兒的就是救了我的女兒 說吧你想要些什麼呀 牛小魚說他 爸爸你怎麼這麼燭氣 牛賓太太說 我只是想表示一番心意 怎麼會逐氣的呢 難道不應該掌上一下嗎 牛小魚撇一撇的嘴 他又不是你的孩子 又不是你的下屬 他是我的朋友啊 我自然會好好地感謝他 下集內容更精彩 敬請期待 我來自然會 你怎麼會 我來自然會 我來自然會 說快走 我來自然會 他讓你趕快 我去哪兒 你怎麼會 我來自然會 你怎麼會 我來自然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